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钥匙门的电源 就是开E挡 然后呢 我们就是启动 放在空挡位置 这边 这一个操作杆 就是第一个操作杆 是上料用的 它是往上除料 抖铲 用的 就是这一个 是这样 这样是上 下 放 抖 这一个 这个开关 是往外侧 往外侧搬的话 是灌体旋转 但是它要配合的一个旋转开关 就是这一个 所谓的 现在是放到空挡 如果想正转 上是正转 然后如果想正转 反过来的话 然后反转 然后 反转 空挡 它就停止 这个红色的开关 往利侧 往利侧 按的话 是水泵 这一个操作杆 从这边数 第三颗操作杆 料斗下方的 料料斗门 然后呢 往下推 是开启 就是放料所用 往下拉 是关闭 这一个操作杆 往外侧走的话 是起挂 就是灌提整体的往上起高 然后往内侧来的话 是落挂 就是灌提 落下来 第四个小的操作杆 它的作用是 往外推 是搅拌 就是搅拌料 然后往内侧拉 是出料 这个是 高低速 高速 低速 往前推 是低速 然后 这个是前进和后退 往前推 是前进 然后如果想倒车的话 空挡 倒车 如果想高速的话 高速 这一个是断机上 马上一抬 这个状态就是行走 如果停车的话 被拉下来 然后里边里面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开关 这一个是熄火 往上一浪 它就熄火 往上一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